一頭俐落短髮搭配 寶藍色西裝外套 她就是澳洲的新任外交部長 黃英賢 今年53歲的黃英賢出生於馬來西亞 父親是馬來西亞華人 母親是澳洲人 8歲時父母離異 之後隨母親返回澳洲定居 黃英賢在2001年當選聯邦參議員 2007年由當時的總理陸 任命為氣候變化與水源保護事務部長 成為澳洲史上第一位華裔部長 2010年更成為澳洲第一位 亞裔的財務部長 並擔任勞工黨參議院的領袖 從政資歷相當豐富 除了華裔身份 讓黃英賢在澳洲政壇 顯得與眾不同之外 她也是澳洲第一位 公開女同志身份的參議員 在議會裡推動女性參政 不遺餘力 不過身為澳洲第一位 華裔外交部長 外界好奇的是 黃英賢對中國的態度和立場 黃英賢曾在2020年時 對中國驅逐外國記者表達不滿 也批評當時的澳洲總理莫里森 在處理香港問題時立場模糊不清 他公開聲援香港的政治難民 黃英賢在23號宣誓就職後 立刻陪同新任澳洲總理 埃班尼斯飛往日本 參加四方安全對話峰會 並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開心會面 澳洲新政府如何在盟邦和中國之間 取得外交平衡 將會是上任後的重大考驗 近新聞甘學宣潘彥廷報導 黃英賢